台西鄉有一位秦農,林佩恒在立委婚的時尊創榜西瓜有利痕 利用慢路行銷的方式,讓民眾可以觀察西瓜慎重的規定 隨著西瓜準備修行,林佩恒也跟台西鄉農會合作 邀請西瓜有利痕的家長,來跟台西鄉採收西瓜 讓民眾提供正常的儲物,享受台西鄉好吃的西瓜 我們畢業了,耶! 大家抱著自己的西瓜,趕快來參加西瓜有利痕的家長 這是台西鄉一名青龍林佩恒,在這位時尊創榜西瓜有利痕 也就在西瓜修行時邀請西瓜有利痕的家長來採取西瓜 也讓大家可以體驗到精采的儲物 我覺得他拍攝的很好,而且都有講解西瓜的一些 就是姿勢讓我們知道這樣 明年有機會也是會想繼續參加 但也是可以看看有沒有其他的農作物 我們西瓜叫刮啦刮啦 小胖在哪裡啊? 林娜,她是每天都拍影片給你看嗎? 隔幾天她都會上傳照片跟影片給我們 給我們看她長大的狀況 我們是因為銀行的關係,我是她的好朋友 然後來講說帶小朋友一起來參加,就是蠻有趣的 這邊的活動,林佩縣也跟台西鄉農會合作 在這裡讓大家可以採取自己的西瓜小孩以外 農會也特別準備西瓜麵和海口的料理分享給大家 作為推廣在地農產品 那我們整個活動的流程呢,是我們早上先來這邊拔西瓜 然後參觀一下我們的園區 之後我們會去農會那邊 然後會講PPT,介紹它的生長過程 那教他們用西瓜麵炒料理 之後我們會一起在農會用餐 就是我們台西在地的風味餐這樣子 我們就是先把皮給削掉 放好以後,用鹽巴醃漬以後 我們就放上大石頭 讓它出水,把那個水分給擠出來 我們到第五天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撈起來,把水分給弄掉 我們就用真空包裝把它包裝起來 台西鄉農會非常困難連配合 用網路壓平的風險來行銷農村的生活 也就是網路選團 讓更多人可以了解進產的工作 也要請多次的朋友來到台西鄉實施在地的產業 其實做農業很辛苦 問題是因為年輕人有它的生活 它也很創新 讓它給網路行銷 開始要怎麼管理 要怎麼喝水、落油 包括施肥 讓它一頭讓我們多次 讓我們做好朋友了解 這個新鮭到我們手裡 可以吃它的由來 也讓我們起來 讓我們做好朋友來體驗 就當年配合用網路行銷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進產的工作 也讓新鮭又人的家庭 可以來到台西鄉吃到在地的美食 讓新鎮交友的庫定是更加豐富 也為大家的生活很淺醋味 記得等下新鮮方報道 好朋友 好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